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对 因为你是一个1840年被人家兵舰伤船堵在家门口 你是一个被迫型的现代化国家 对吧 洋务运动 然后你说人家 你看人家尖船密炮挺厉害 咱们也得弄吧 就是大清舰队 最后1894年让日本人给端了 把台湾也给隔去了 后来这个就变成半封舰半殖民地 反正这段历史吧 海军也就差了 当然国民党也有一些海军的就是样子货了 国民党后来抗战的时候空军 然后1949年之后呢 虽然毛主席说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但是还是那时候咱们还是处在一个战略防御区 还是空军为主 海军当时军费就是毛跟那个肖进光嘛 当时海军司令说还是把海军的军费给让给空军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抗美援朝啊 还是买一些飞机 这样海军的发展实际上在应该说改开放之后 开始有了 那时候有一什么叫河山啊 什么蓝色文明 当然那都是也是瞎掰 我是听说过说海军实际是一个友谊军种 就世界各国你看出访的 就是这海军 而且是很浪漫嘛 对 就是它可以随便跨出国土 咱们历史上也是啊 是啊是啊 而且这个海军基本上圆明园海军应该收回来嘛 对 当年慈禧待后就是拿戒说是戒海军的军队 建了伊和园 对吗 就是因为中国 炎富出去学的也是海军啊 对对对很多那些人 就是说中国现代化的起步是跟海军就连在一起的 或者说中国现代化的底色是海军或者说是造船 你看咱们的江南制造局当时有很多那个包括什么数学课本物理课本都是江南制造局印的就等于是科学这一块是从造船海军这开始 咱们其实在明代的时候本来海军据说就据李约瑟说明代的时候至少在永乐年间是全世界海军最先进的对几乎那个是超过当时欧洲所有海军总量的那但是后来就没落了不知道为什么啊那时候的那叫什么宝船那是正和宝船正和宝船非常大的没有那么多善凡的对到什么时候到因为我觉得海军你刚才说洋物运动 可是海军是不是又跟我们强国运动失败这个甲午海战失败又跟国耻又连在一起 对这非常你像咱们现在有有有有很多人就动不动就是航空母舰现在有些商业广告别的对我是什么什么甚至剃头的也是什么航航旗舰店什么这东西就是航母他变成了一种强国的一种象征你说的还真是最近就是这个话题好像西方啊又开始吵说中国在造航空母舰 我消息不能确认啊似乎我感觉到中国官方的表态也很暧昧就是那意思也没太怎么否认到底是不是咱们再见航空母舰呢对航空母舰这件事中国我觉得是早晚得见你比如说这个咱们就说被动型的现代化国家啊被人家从海上堵在家门口就是商船兵舰咱们有一个词叫持舰经上西方是吧就是他们因为那地方没那么好的暖湿平原他但是他 工业革命完成了啊1790年他最后就是开着船跑你这来跟你做买卖拿着舰跟你做买卖这舰是什么就是尖穿利炮好像歇进那个电影什么那个什么什么亚片战争对对这都是你这事对中国人的记忆太深一百年来 那么航空母舰呢就是人家持舰经商拿着舰跟你做买那个舰当然他发展到现在体现的形式是航空母舰将来未来可能还有什么如果说未来又有一个什么别的舰那咱们就得想办法弄那个就是说你被人家用这个东西逼着现代化了早晚你也要现代化的时候你也得有这东西你才是现代化达到了一个标准 哎你不是原来说你潜艇的吗我过去听人砍呢说咱中国不造航空母舰说咱们的海军战略是属于潜艇说美国再厉害什么什么什么小英号说他哪知道方圆几百里内我们的潜艇在底下导弹都瞄着他呢是是这战略吗是是这样这个潜艇的战略呢是苏联和美国冷战的期间因为苏联的这个斯大林不让舰航空母舰 何罗晓夫又不让舰这个他有个元帅啊就请示了好几次就是说要造后来就咱们就走潜艇这条路他是这个航空母舰咱们走底下那么苏联主要是潜艇但是咱们国家的海军的是跟就是一般就是49年之后咱们不是打了朝鲜战争打了朝鲜战争之后毛主席知道这不不搞重工业那你就二流国家对吧于是苏联因为咱们在朝鲜 给人送了投兵状了你总得还我点什么吧就是地缘战略上我支持你了吧给了咱们156个项目其中44项军攻90多项配套这里边东西就是咱们就得学苏联当时咱们有很多人去苏联学潜艇于是咱们的海军呢当时是延续了苏联的这种发展战略所以叫以潜艇为主啊但是苏联对苏东坡事件以后整个这个转向了吧对苏东坡事件 苏东坡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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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是这苏东那个解体之后 他的整个的他的国家都转向了咱们原来是学他吗 这苏联模式咱们是不是跟着也转向就你刚才这变成一种延续的民间文学了吧 我觉得可能现在就是要又要说航母 航母就是不走那个路 最早提过来是80年代 就80年代的时候呢 中国也改革开放了 走向海洋了 那么走向海洋的时候 因为在前30年过程当中军方是在国家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那么一改革开放的时候他还是保持那个高位是军方 那他得干点什么就改革开放了 走向海洋 那咱们军方咱们就造航空母舰 当时有小学生寄钱啊 就得要造航母 其实这个根倒回去是在1840年 就是中国是被人家那个奸船力炮打了欺负了 就一直没倒过去这口气来 那种屈辱啊我就插一下 我就想起两个这个人 一个是林泽徐 林泽徐鸦片战争不是挺牛吗 可林泽徐当时私下里给朋友写的信呢 就讲说当时英国人的这个军舰 说他们那个炮打过来啊 我们都不知道是从什么方向打来的 就不得远远的打过来嘛 对 说是随什么关于关于云长 岳武目在世 你也打不过 就他这种 再有一个是当年那个重庆 日本飞机轰炸重庆 对 那个林徽因呢 他不是认了很多学生当弟弟吗 对 后来还写了一首诗 就感叹就觉得 咱们这个大好青年 死的太不值了 就是那个破飞机 根本不够人家练的 我们的青年就是这样一个个上去送死 我就觉得这种屈辱的记忆 这是亚洲人共同有的 比如说就是其实日本 他在明治维新以前也是一样的 海上来了没多少人 就把他全全遮进去了 但是咱们鸦片战争以后 咱们没转的那么快 他们就真的痛下决心 就学西方 结果中国人最更更耻辱的一个 就是说不仅被英美这些啊 红鬼子们来了 居然小日本 这以前就是小倭寇啊 哪放在眼里的 跟我们学习过来的 结果他怎么在那么短的时间内 就把海军发展成这样 说起来 加武海战 咱那个舰队不总吨位 还比他们牛吗 还给人家练了 对 他那个就是 他确实从农业社会的角度来讲 咱们是最发达的 因为咱们暖石平原 是吧 王后康前盛世啊 一亿变四亿人口也很发达 就是当然 这也面临着咱们那些 贵族上层的堕落 就是什么 骑不上马了 八大胡同 这些 琴棋书画 这条东西 但是日本他比较艰苦 他这个武士阶层 后来就就就变成了一个 很强悍的一个阶层 操控皇室啊 这一些人 他应该说他们的贵族 从他的国家角度来讲 是比较高尚 他能够迎接这种工业化 现代化 于是他就是咬紧牙关 就要干这件事 对 天皇本人吃窝头 对 咱们有那个电视剧 就那个叫什么 什么风 风雨 一个电视联系剧里边就写 那年轻的天皇 多么艰苦 从我开始 我就简朴生活 然后就 然后日本呢 确实也造了一些航空母舰 然后也打了珍珠港 对吧 跟美国人当然造 美国那时候已经是世界第一了 工业大 然后大量的造航空母 又跟日本干 那么经过二战 这一次就是奠定了航空母舰的地位 就是所谓的海上霸主的地位 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说 年轻人喜欢航空母舰 他还有一种美 什么美呢 因为其实你 比如说你看到一些欧洲的一些 王室啊 或者很贵族的家里边 你看他那个展示的东西 那个摆设是兵器 对吧 铠甲呀 什么这些兵器 他咱们原来老说这个时髦 这个时髦时髦 实际上就是 或者时尚时尚 其实时髦是底层的事 风尚是高层的事 就是军事这个东西啊 包括这个兵器啊 军刀 比如日本的刀 我们讲 它是一种风尚的东西 就是好像就是说 你不了解这个东西啊 你你你就是 你就是没有风尚 你不绅士 所以有人问我干嘛 我说我是卖绿漆的 我说你为什么卖绿漆 我说你不知道啊 就在饭桌上 这些什么学者呀 官员啊 你要不懂军事啊 你就不行 所以就给他刷几道绿漆 老公刷绿漆 对吧 今天都是染绿的来 天乡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小军这意思听出来了 就为了咱们中国年轻人的审美 为了咱们的时尚 咱们也要造航空母舰 对对对对 我确实觉得就是说 这可能是男性的一种一种感受 我也能理解 因为看就从图片上看 这航空母舰确实是很华丽 很性感的一个东西 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各种角度去拍那个航空母舰 特别的就是有一种有一种美 但是我就在想问你 请教你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你刚才说了很多 这个历史渊源 为什么这是一个象征性的 必须得造航母 但是我们走到了现在 就国力发展到现在了 也不是当年那时候了 那么激弱的时候了 是不是还要 一定要证明 通过航母来证明 而且就是说 我们这是一个表示自信的最佳方式吗 比如说有人就 看网上就有人说 咱们不说脏话 就叫做什么牛掰欢迎 装掰不行 咱们现在造 在这个阶段上造航母 到底是一个表示我们真的牛掰了 还是说我们装牛 装牛呢 所以它是一个需要 我觉得这一次 反正经济危机大家都知道了 我们这个做背心裤肠 做玩具也是没戏 你这么大一个国家 你没有这个自己的制造业啊 没有自己的就是利润更高的这一块产业 你肯定是不行 对吧 你的低端出口最后造成这样的问题 现在还得拉动内需等等这一套 咱们就不说了 那么航母它不是一个说造航母 有了这个航母 我们当然满足虚空心 我刚才说的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航母是个什么东西 它是把所有的高科技的东西集中在一起的东西 那么它需要上百上千个产业去给它配套 那么它比如说它的仪表 发动机啊 甚至我们核动力航母的这个这个核的这核动力这一块啊 那等等等等 包括航空飞机这一块 那么如果你要实现产业升级 你通过造航母练出了几百几百种行业的这个升级 因为大家有公关 对 你像两弹一星 你是神奇 宅志刚上去 对对对 大家多激动啊 但是那个东西它配套并不多 航天它不要太多 它没有远比航母的配套要少得多得多 可是现在我们就有很多产业的 就是说民间的 好像就做那个低端的东西 对吧 但是我既然航母是国家投钱 又觉得咱们搁的 就是说咱们又解决咱这一百多年的这个这个东西 心理问题 心理问题 同时呢 它有另外一个效应 就是我航钱让不同的产业 你给我达到什么样的标准 达到什么标准 我要这个 它实际上是一个高端的拉动 那个 也是 就业 现在不是投资四万亿吗 咱可以建计几十艘航航母舰 几十艘内需 它这开口 产业升级了 一搜得多少钱 你知道吗 对 现在呢 就是说 当这个温家宝讲话里专门提到造船业 而且他还到了广东 广东 广东 龙穴造船基地 去视察 对吧 而且前一段时间 外国人 就是 咱们不能证实啊 美国的那些情报部门说 咱们要把航母造成了搁在南海 是吧 有很多说法 而且说要给造船业拨款 这里边 反正有一点钱 是肯定给造船业 网上就年轻人说 造航母 因为这个时候正好是产业升级的时候 因为航运现在不景气 出口不景气 你像原来比如说咱们从上海一条集装箱船 一个集装箱 就是船上的这个集装箱到 到这个美国 到欧洲 是1000美元 它的运费 现在已经降到200美元了 就因为太 就没人运了 出口下去了 这还没到美国信用卡崩呢 运量之后还给苏玛丽海盗结了 对 你这个信用卡在一崩的 那你就运量就更小 就我说美国信用卡在一崩了 那它就需求就更小 你出口就更小 那造船业就要萎缩 现在有很多人退单 就300多个 我昨天看的话是300多艘船 就我在你这定了一个船 后来我不要了 定金我也不要 对吧 你还站着船空 你怎么办 这个时候呢 就怎么扶植造船业 最好的办法 造航空母舰 对 就是网上年轻人都说 这个时候造航空母舰 拿这个投资舰航空母舰 它意义不在于说我们有了航母 而把我其他跟航空母舰有关的相关产业 借这个机会把它提起来 其实有时候发展军工是有 会有一个更宽广的一个对经济的拉动 就像美国其实最 计算机怎么出来的 其实是美国的军事部门 先开始出于军事需要 开始研究的 最后你看没想到是这么普遍的 一个信息革命的一个 一个发人 那这个我就我就是生发从你这联想 也可能甚至有比这个 海军或者造船更广泛的一个一个带动作用 都我不是说赞成还是反对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他有一个逻辑在里面 包括这些年轻人 你说他的他甚至网上都有人说说的 这是一个大事 说国家要是没有足够的钱 我愿意每月 我捐多少钱工资都有这种情绪 这玩意绝对有民意基础 让你们可能不知道 就是我们凤凰卫视内部啊 有一个那个收视率的那个排名 男人就科学不科学 俩说着啊 但内部有一个排位 你知道永远无可争议的第一名 对 是谁吗 啊 军情观察室 就是说我们 我们其他的节目都是在第二名以下 彼此竞争 对 然后你知道吗 我闻到拍下最高 你到第二名 对 所以我就跟他们说 我说你看那收视率啊 第一名是飞机大炮 第二名就是杀人放火 我想起来了 咱们以前有一次谈这个 我说是龙的船人 和花的船人 你们就说过一次 说的你不能把我们中国说 整成花的船人 对 还得龙的船人 因为飞机大炮 这是收视率最高 你说我们董家耀那把收 我说要第三次世界大战 真爆发了 董家耀要负一半责任 整天美国军队要来了 没错 就是说大家 我觉得从小的 我们你比如说冷兵器 我记得我小时候看水浒传 我把18班兵器 刀枪剑机 辅业勾插 我都描那个绣像 画出来自己男孩子收藏 到再长大了 你看迷恋坦克 迷恋飞机 迷恋航母 他确实 当然你说也没人想到 这样玩可都是杀人力气 都是杀人武器 对 这个我就觉得 就是说他要在整个社会 有一个相对成熟和理性的水平上 来讨论这件事 要不然你就变成一个极端的 就是民族主义了 这个有时候弄不好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们以前有过这种 对吧 就像所谓一和一和全运动的那种极端的情绪 就是光是一个 就是抵御外敌这么一种情绪 但我觉得可能社会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一定程度了 讨论这个问题 已经可以比较理性的 经济政治外交心理综合以后 来讨论出来一个结果 现在你比如说金融危机 网上年轻人讨论 其实网上年轻人知识结构很好 它是在现代社会长大的 另外它是多为信息获取 MSNQQ 往互联网 往手机短信 它处理信息能力也很强 对 那么它知道一个国家的工业化 现代化 对它未来的生活意味着什么 其实他们就觉得自己 都是一片一片树叶在地上 不可能一个人单起来 像什么超女什么 他得觉得这个国家 这个工业化起来 现在会像一股风 把大家都刮起来 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产业 整个这个产业 咱不做背心裤肠了 咱们做那个高端的 当然咱们也能做那个 就是什么电脑啊 就是利润率极高的一个东西 那么这个起步啊 实际上一百多年前就这样 比如从造船开始 就是中国工业化 航母只是这个象征 当然懂军事的人可能知道 他能相关带动 比如航空产业 比如什么什么不同的产业 你看大飞机也是这个事 这也是一主意 这也是一主意 让航空母舰带动社会主义建设 星高潮 对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要真这么说呀 我给你请教一战术问题 就我刚才说的潜艇 你不是在潜艇里待过吗 潜艇是航母的天敌吗 或者说人家现在也有人说了 像现在都是什么激光制导 或者什么都在天上了 航母会不会也变成过时的东西呢 现在来看航母还没有过时 因为美国是老大 美国在二战当中靠航母打出来了 人真经过检验了 实践检验过 那么航母现在还没有过时 而且还是我前面说的 关键它能拉动你其他的产业 这是另外一说了 当然美国现在去工业化时间太长了 其他的产业都让咱们给吃喝 这些东西都是中国人造的 他就是保留军工这个块 纽布特纽斯这个船厂保持这一块 他这箭不能放 这箭一放 他就知道得落井下石都得收拾它 所以他这箭始终得攥着 然后还得到时候防止你跟你拼命 但是现在来讲 我觉得还是没有过时 没有说有一个东西超过它 因为所有的工业化 包括英特网 你刚才说的 71年英特尔公司发明了处理器 然后后来MBM公司 商务公司把它扩大 变成计算机 这全是军工 当时冷战期间没有苏联和美国这样玩命的夯钱 不计成本的夯钱 所有的技术都没法实现跨运 因为他不计成本 他不是商业 他就是为了你死我活打 那么现在没有一项技术 比如说美国是不是还有科技存量解决美国经济危机 不可能 因为他那个IT泡沫破了之后 他回去玩房地产了 对吧 自贷了 他要有新的科技含量 他绝对像IT一样 因为他后来不打仗了 虽然这个苏联倒了 美国也是半惨 他投不起这么多钱 再玩这个新东西了 那么在这个大的背景下 航母仍然还可以 当然中国人造航母 并不是说要跟美国打什么的 还是他这个产业带动问题 因为现在 而且他需要一个 就是说证明我有 我在这了 对 就我就刚才说的这个人文价值 我们在讲和谐 另一方面上午精神 我们确实衰落太久 但是这个上午 不是一个野蛮的 入侵性的 而是说我有 我强大 我强大 我有这个东西 但是我不说要拿这航母 告出去 有而不用 我的航母舰访问各国 友好之旅 对 就表示